欢迎您再度回到高雄现场的节目当中 今天要邀请您跟我们一起来讨论 如何来发挥我们的农业软实力 您对于大高雄38区的农特产品当中 对于哪一项农特产品有特别的喜爱 那您觉得要怎么样协助农民来增加他们的收益呢 刚刚有观众朋友Coin进来认为 我们目前的农特产品如果能够帮助他们建立这个生产履历 让我们消费者能够掌握到更多的情资来讲的话 不论是在购物或者是对农民朋友的收益部分都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在上一阶段来宾也提供了我们非常宝贵的意见 包含要怎么样协助我们推广农村观光的部分 住有没有地方住 吃能不能吃得好 买有没有更棒的东西伴手里可以带回去 那我们要利用今天的这个机会呢 请农业局的官方代表副局长来做一个回应 首先我们先来讲这个住的这个部分好了 林议员说这真的是非常头疼 因为受到法令的限制 然后民宿的部分好像也这个主管机关也不属于农业局了 但是有没有办法来就地帮我们的农民来想一些办法增加他们的收益部分 我们想在推观光的部分我们现在正在推都是从年初一直开始从这次的一年春节一直来我们在推 然后我们也为这个住的方面那个伤透的脑筋 所以我们现在都在推一日游不过还好 我们现在从秋季之后我们开始有两日游也就是说我们去寻求就在我们规划的一个路线的附近有没有其他合法的一个住宿的地方 所以从我们陆陆续续也已经都推出了一个两日游的部分 住的部分你只要参加我们办的这个部分住的一定是合法的一定是安全的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是陆陆续续结合了民间的其他的异业的结盟 我们一起把它加进来而不是只有农业的部分也不是只有农村 其他能够住的地方我们都去寻找出来 所以这部分我们已经都在正在努力然后也陆陆续续推出来 我们是希望所有的民众除了一日游之外开始可以进行我们的两日游 深度的农村之旅那柏林医院有没有要补充 我想这个有两个观点第一个就是说我是支持就是说在整个旅如果能够多一个住 那当然它的时间脱长的话它的体验然后它的效果当然会更好 比如说六龟有一个叫超地人那我都常去那边泡温泉那它旁边也有可以住的地方 那因为这样子你就可以多了一些那个价值效应会出来 所以我是觉得包括观光局也好农业局也好 应该要尽可能去辅导包括刚刚林远提到在法令上有受到限制 是不是我们高雄市自己就可以解决 那如果我们自己可以解决那我觉得我们应该邀请相关局处来针对这个问题 做一个解套那这样才是真正去鼓励因为我们不是去鼓励他们要大新土部去盖多少五星级 不是我们是把它原本有的房间清出来 然后来做一些体验式的一个生活我想这样子是一方面有经济的价值 二方面也有教育的意义 因为很少人尤其现在都市人没有什么机会去做住过什么三合院等等 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市府相关局处应该共同努力来解决 那第二个我要提到的是我曾经到竹山南投竹山有一个民宿叫天空的院子 这个非常有名他才六个房间可是他几乎都客满 为什么因为他里面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年轻人 然后有一天到竹山晃晃晃看这个老房子破旧了50年没人住 然后他把它整修整修完以后可以住人 然后就整个故事 我去住的时候那晚上还放那个DVD给我们看 哇二十几个妈哭成一团 因为那故事太感人了等等我想讲的就是说 当如果我们本身先盘点我们现在手上到底有多少 类似刚刚副作讲未来有可能合法的住宅 民宿也好体验室的住宅也好 然后我们应该去推广 回到刚刚我们那位三民区李小姐提到 其实他无非讲的讲的就是在讲希望我们农业局能够多行销 就是说他们想买我们农业局认为好的特选的产品 可是他们不一定知道你们的档期 不知道什么时候东西会出来 所以他每次去的时候都卖完了 所以可能他就会像雨就可惜了 所以我觉得要多行销 当行销的通路部件的更多 那愿意更多的来买 它的那个价格就会提升 农民的生活才会真正改善 农民生活好未来才会有更多人投入 它是一个循环的 我们希望它是一个正增强越来越好这样的 的确没有错 因为农特产品它的确有它的一个生产季节的一个限定 也许我很喜欢吃荔枝好了 但是我这个时候跑到大树 当然就是没有就没有办法吃到荔枝 但是现在却开发出来了 我可能可以吃到这个用绿荷包 这个啤酒是吧 酒 有酒类 有饮料 黄金比例的 最好的就是那个玉盒包香肠 对 然后好像还有香肠 然后还有这个什么冰淇淋 玉盒包 炒饭 还有炒饭 对 所以就是说突破一些生产时节的一个限制 那但是所以黄教授在您来看的话 这样子的一个规划 有没有符合您刚刚讲的期许呢 做农村体验的这个部分 住 好 这个住的问题暂时无解 但是农业局很认真 他已经找到一些合法的附近的去配合 我现在讲的这个事可能也是另外一个值得去注意的 既然高雄市现在大部分的这个所谓的农村的景观 可能是比不上花冬了 这我们大家都承认 那我们到底要用什么事情 让我们的观光客 让外建设观光客 或者让我们高雄市的市民 喜欢到我们的高雄的农村呢 可能我们就要想到就是说 你现在大家都对健康很注重 那我们高雄从以前到现在为止 那我们都一直在推这个有机 而且我发现现在全台湾的个性 也在推了 高雄市在这方面算起来算是走在中间的前面 算是不错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要希望让观光客 让我们的市民能够到农村 能够去体验最有效的东西 就是用这个有机这两个事 包括呢 我们可以做什么 请欢迎所有的消费者对健康有兴趣的 来做有机的弃作农田 就是农人种有机 那你要来弃作 那我的收入有保障 你在收成的时候 你也欢迎你来动手来收割 然后卖到钱是有比例多少是给你 或怎么样 这是第一个叫做弃作 第二个呢 有机的市民农员 这个就是一日农夫的概念 但是我们可以来租给市民 叫他们譬如说是挤瓶的 然后去让他们种 再来呢 叫发展有机的休闲农场 我们的休闲农场发展也很慢 也很少 那我们干脆就一下子 就给它升等到有机休闲农场 有机的民宿 这可能是很困难 先不要讲了 有机校园日 有机校园日 我们可不可以教育级配合 我们全市的国中小 包括高中 每星期至少吃两天 吃有机的蔬菜 要我们高雄市自己所产的 如果量不够 就是一天或怎么样 有机校园日 有机的农夫市集 微风正在做 做得非常好 但是还可以来继续做 因为这种消费非常大 有机的这个农产店 有机什么 最后最理想的呢 能够去比照像花莲 有个地方叫做罗山村 它整个村都是种有机 如果我们高雄什么村 也全村种有机 那就叫做有机村 如果有一个原住民的这个村 全部种有机 那就叫做有机部落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这样这种的卖点 不管是从观光体验的这角度 环境教育的角度 还有呢 对于我们地球友善的环境的角度 那这样子种有机是唯一的路 而且呢 种有机的话 是绝对是符合时代的潮流 那高雄现在修根的农田这么的多 有没有可能让我们在修根的田 鼓励外县市的 或者是我们自己的年轻人 去租这些的修根地 然后全部种有机 那这样的话 就把我们高雄的这个什么 过去所谓的什么 节能减碳的效率差了 或者是环境 就是什么二氧化碳排放量都很大的 这些的污名 借着我们全市 推广这个农业的部分 做这个有机的部分 而且把年轻人来这个引进来的话 我相信这个可能对农业局来讲 是比较一个创新的做法 那些活动少办点无所谓 真正要做一些教育的信的 这我觉得是可能比较需要 我们让农业局这边思考一下 那刚刚我们柏林议员 忍不住就是有发出会心的一笑 那是不是有意见要补充一下 其实应该是这样 就是说有一些活动它是有意义的 比如说像我刚刚提到 他们在联谈会馆办交流 就是把业界 把学界 然后甚至中央的一些相关的人 找来一起沟通 像那种延期活动 我觉得有意义 那种可以多办 对那另外一种就是那种扑兵呢 那种只是叫来大拜拜剪采那个 我是觉得偶尔为之可以 不要常态 不过我所知道是今年农业局应该不多 因为去年在谈检测的时候 农业局这一种活动被删一千万 因为我问他你怎么被删一千万 他说不是啊就是开完会一张单子来 他删了一千万 他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不过我是觉得说 真的未来各位市民也要去体认到说 高雄的财政真的很拮据 未来真正能投入到这一些 真正在辅助上的预算 甚至补助的钱都会越来越少 不会越来越多 所以这时候我们只能就说 从第一个尽量从中央去争取 事实上中央也很穷 所以这个也要去面对 第二个我们怎么去加值 用资讯用辅导用群聚 像刚刚教授提到 其实那种群聚的效果 那群聚的效果出来 那个整个效应就会出来 我觉得未来大家要尽量多用智慧 然后多用通路去辅导这些农民 让他们在技术上 在行销通路上协助他们生根 我觉得未来农业它是一个很重要 民以死为天 没有吃这个怎么行 对 其实过去就是说 我们是以农立国 那当然就是刚刚我们综合 我们来宾的意见就是说 其实我们要怎么样把农业这块饼来做大 就是说它能够达到一定的规模经济的话 才能够看到它的效益 因为其实有很多农地来讲 现在可能经过好几代的一个农地 可能就一直分割 然后越来越小 你机器也没办法进去 然后你想要做一些什么 比较大的一个推广的话 可能也会有所限制 像如果说我们以大树 今天大家都喜欢吃这个凤梨 荔枝 玉盒包的部分 像刚刚教授提出来的 气座的部分 在大树这里可能就用不着了 因为农民自己都抢着要做了 可能就没有跟大家share的这个 修根 非常多 农民会每年编那么多的钱 修根的土地实在是太可惜了 那我们是不是不做这边回应一下 我想回应一下刚刚黄教授所讲的 有机当然是我们的选择之一 可是不要忘了 其实我们还有更多的土地 它其实生产的是一个健康的农作物 也就是我们好好的 所以说像我们有产销履历 我们高雄市一直在推 然后现在目前的面积也达到300多公顷 同样有机的部分 我们也是达到300多公顷 可是不要忘了 我们还有一个集园埔的部分 这个是更多的农物 所以说你只要有这个三个官方认证的 一个蔬果产品它就是健康的 因为这些都是经过我们这些产销班 它按照国家的标准去做去生产出来的 而且是经过后面的验证 有第三的公证单位去帮它去验证完之后所生产的 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生产 我们以高雄市来讲 这样子生产的蔬果 其实就是一个健康的 所以说回应就是说 我们希望所有的市民 能够到我们健康的农业生产地里面去了解 同时像我们这里我们办的 我们有六龟黑钻炼茶香 这就是两天一夜 我们就带着你去了解我们的黑钻石 就是我们的莲雾 另外我们六龟其实是我们的茶是非常的 它的那个野生茶是非常香的 所以说我们就办了一个两日 那个什么住宿一天 然后带你的就是去感受 另外我们知道内门有一个中厚山是最有名的 所以说我们就跟中厚山郊游去 我们带你到奇山跟内门去看 看我们的这些生产的健康的安全的农业 然后顺便去注意住感受下他们的文化 然后这个部分都是我们 都是我们现在目前正在推的 也欢迎大家可以上我们的高雄市政府农业局的网页 或者是你打一个高雄好石油 就可以找到这些的相关的资料 我们前面一个提示都已经额满了 都已经做完了 甚至我们从年初一直开始做 我们将近50个提示有4000多人 参加过我们的一日游两日游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还是希望大家来参加我们这样子去 看看我们的健康的农业是怎么去生产出来的 那要不要再回应一下我们教授刚刚提到的 就是说修根的农地的部分 是不是因为说到现在农民老化 可能人力不足的部分 所以就 修根的农田当然有 所以说目前中央政策是它只补助一期 然后第二期之后我们其实都已经 我们也把它活化了 像各位你在过年的时候 你就可以到美农三菱六归那个地方 修根农田它已经开始种花田 然后花让你赏心悦目 然后你到那边去玩 所以说修根农 修根的时间我们就把它转成你可以种花田 然后大家可以去看到 然后同样它也是一个绿肥 所以说它虽然是修根 可是实际上它转成绿肥之后 对来年的下一期的生产是有帮助的 所以说不认识在旅游方面 大家的那种所谓的新年的感受 或者是对土地来讲都是一个正面的 的确我们每年到了这个年底或过年之前 其实在我们大高雄地区 也变成了一座很美丽的花园 农地也可以看到我们彩绘大地的部分 所以今年还是一样会 还是有 还是有那请大家拭目以待 那其实刚刚教授有提到 所谓的这个契作刃股的部分 我看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副作 今天有带来这个 这是美农的白玉萝卜 他们今年一样也是有推出这个刃股 好像也是非常一股难求 股东会 他们是有股东 他们就是他们认购了 比如说他是多少 这个一个人认购 比如说一亩田看是多大 然后像我们现在11月到12月的时候 刚好就已经采收期了 他们就会来采收了 然后他们全家就出来玩了 玩一玩之后就把这拔萝卜就拔回去了 回去就煮我们最好吃的在地的一个食材 所以我看到这个叶子上 都还有那个虫的残卵 所以这个应该也是无毒的 有机的 是 那么方如议员 您要不要来补充一下 因为我们知道你在这个社区营造的部分 尤其是在有序农村的协助部分 你也是不遗余力 是 所以现在就是说 其实在我们也看到了 就是说我们每一区每一区 它在每一个任何一个季节 每一个任何一个都不一样 那我们如何又可以发展成 它在这一个区域里面 比如说像我的那个玉盒包 我的玉盒包一定是在5月底6月6月初的产期 好那其他的其他的11个月就糟糕了 然后我所以我就是我现在我们就是我们的社区里面 我们就已经有请农友农友刚好也是在大树 看看说我们如何在四季里面 我们可以邀请高雄市民来一起来我们的农村里面休闲体验 你来了 你只要来你就不会后悔 包括其实我们在住的方面 其实我们住的方面有很多 只是没有整合而已 除了我们那个 其实佛光山也很多 佛堂 然后东照山 我们还可以喝咖啡 还可以去布诺格 我们东照山也很多的产榜 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利用的 包括我们现在也有我们的建筑师 在我们在他的老家 也有开辟的一个名山庄 我们还要有高级的产业 叫做异大世界 甚至你住异大世界 你也可以来体验农村 所以你看在各个的连结上面 我们要玩高级的也有高级的 我们要玩一般的小家庭的 我们也有一般小家庭的玩法 所以其实玩法有很多种 所以我要帮我们的主持人蓝军 他现在很烦恼 他的鹿竹小番茄已经要上市了 所以不只白玉萝卜要上市了 我们鹿竹的小番茄也要上市了 所以欢迎大家赶快选购高雄首选 所以只要是经过我们市政府这个 有高雄首选认证的就一定是品质保证吗 敢不敢拍胸脯来给我们观众朋友 刚刚主持人讲说不能拍胸脯因为有麦克风 所以说我们只能跟各位讲 在高雄市政府农业局的保证之下 高雄首选一定是全世界最好的 好 那我们就要对我们自己生产的产品 要有信心了 当然也是要请我们农业局 一定要严守这个把关的条件 那刚刚也有提到方如议员 一开始就说黄色小鸭来 我都没有卖到半颗凤梨酥 所以就是说争取这个行销通路的部分 这个农业局也是一直不遗余力 包括了帮打造了一个这么漂亮的旗舰级的 这样子的一个物产馆 然后在三区都有 那就是说那教授您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 行销通路的这个部分 它应该要再可不可以再帮他们 多找几个跟民众比较接近的点 除了就是说生鲜超市之外 然后保存期限的部分 是不是还可以再帮他们多找几个 谢谢 事实上我最近发现这个农业局 自从县市合并以后的行销方面的推广方面 不一样 费用比钱多得多 所以农业局的这个同仁们也是很辛苦 都一直不遗余力 我觉得高雄物产馆的联坛店 是有是很重要的 它是一个旗舰店 那它也发挥了不管是推展所谓的农产品 它也应该再兼顾了这个农业观光的这个一个窗口 这样子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话 除了现在这个物产馆的功能能够再发挥之外 我觉得是应该要多往这个大陆了 或者是什么东南亚的地方 多多跑 多多跑 因为我们有些的这些什么蔬果 那个什么水果 大概是对于大陆来讲比较稀奇了 那像东南亚的话 要来看情形了 那这是一个了 那另外一个也就是说 我们自己的人对于我们的物产馆的这个了解有多少 我觉得可能要跟旅行社方面多多的这个联结 一页联盟 让他们到左营到联车坛去玩的观光客 也顺便也来到我们的这个物产馆 我记得我带学人去那边参观过 的确有人是把人带着那边去 不过现在看起来 它的上面的这种所谓的这个DIY的教室 还有一些什么什么的那个展示 我觉得还有一些这个进步的空间 是啊 其实台湾在很多年都一直以来 就所谓的观光果园开放民众来进去体验这个采果乐 但是就是说交通的问题 有没有可能一些专车 我们有医疗专车或者是各式各样的专车 但是农业观光专车的这个部分 好像比较没有看到 议员有没有认为需要 黄议员这边 我是觉得因为这个农业这种东西是要很多面向 那我比较觉得呼应刚刚教授提到 就有一次农业局长跟我说 议员下周省预算我不在 我说你要去哪 他说他要去美国去推销他的什么水果 我说那就赶快去赶快去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把通路布建好 为什么 因为如刚刚我们几位来宾提到 这个水果它有季节性 量产的时候果农反而会伤心 因为它价格很低 可是如果我们把它布建更多的通路 它就会把多余的把它卖到 比如卖到大陆 卖到美国 卖到日本 那这样的话 因为它的那个未来要买的更多元 然后范围更广 我觉得我们那个在供给量的部分 我们即使越多 这个只要供给量需求量越大 我们那个价格还是可以维持稳定 所以我觉得农业局应该要努力 去把这些通路都布建好 然后让它 因为这个水果它是每年都会生产的 那我们只要很努力的一开始几年 先把这些通路都布建好 未来在经营上就会很轻松 这些农民才会真正获得保障 不过还是回到农民真的要很用心 不要像现在最近这些有的部分 你明明都标示不死 我觉得信用诚信真的很重要 你只要被人家觉得你这个是乱搞 我想以后这个不是害了你自己 也害了高雄所有的农产品 可能就一次就打趴了 就没有办法再起来了 所以方如议员有没有要再补充 我觉得刚刚我们柏林议员讲得很好 其实我们今年刚好在议会开议 我们的局长又去了一个德国 我又没跟上 结果我发现了一个好消息 原来玉盒包可以放两个月 他竟然不知道用什么种的方法 已经克服冷冻基础了 对 也不是冷冻 他用一种气体 他到德国以后 他抱在水里面 以后他又复活了 而且他们从来 德国人从来没有看过红色的玉盒包 看黑色的 以前都看黑色的 连日本都看黑色的 就变黑了 对 所以你看你想想看 我们大家都很努力 在这几十年来一直在想这个方法 要把它可以延长这个时段 在这一次去德国做到了 所有的人眼睛真的多大 说哎呦怎么有可能 所以你看我们一直在跑通路 农业局一直在跑通路 然后我们农民也很努力的在想尽办法 然后延长这个 这个残期 保存期 所以我觉得说大家 只要大家愿意 我觉得很多不可能的 他都会变可能 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 也是要努力的往前走 让我们的农业更进步 当然食安现在问题很重要 真的 我们的家庭主妇 我像看我最近知道这些婆婆妈妈 真的很生气 因为为什么 这些油卖给我们 卖给我们亲手 害了我们自己的子弟 这个真的是 真的是很生气 真是令人很痛心 竟然用我们的手 把我们的宝贝 然后慢慢的这样荼毒 我们真的是 这些婆妈真的要站出来 所以 很值保证 因为其实 除了我们的农业局以外 我们的农粮署这边 说实在也有在帮忙 说在农业的管 那个农 农药的管制上面 你只要是栽种的 其实要出去在产期的时候 都有在协助说 无赌 检业 这个部分 还是有赖于我们政府方面 来帮我们多把关 那么今天也非常开心的 节目来宾来到了我们现场 提供非常宝贵的意见 大家也做了一个非常 这个意见交流的一个机会 那高雄现场也非常感谢 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